黑龙江名字寓意非常好的十个县 泰来县 齐齐哈尔士辖县 齐名曲亨通吉祥之义 地处黑龙江 吉林内蒙古三省区交界处 素有基民三省之称 也享有与米之乡的美誉 北安市 黑河市代管的县级市 其因在海伦的北部 取北部安定之义而名北安 该市是中国最北部铁路公路 交通运输枢纽 是黑龙江省北部区域中心城市 和现代化新兴城市 伊安县 齐齐哈尔士辖县 别名北方此都 伊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 是经济特色县份 被誉为璀璨的北国明珠 美丽的绿色食品名城 吉衔县 双崖山士辖县 其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 南以丸达山路 北托三江沃野 松花江下游南岸 吉衔县域内有各类遗址214处 遗址数量 居黑龙江省县级第二位 严寿县 哈尔滨世辖县 清朝因县城地处 作福朝寿 苍龙聚气的福山屯 古称长寿县 2020年入选 中国里百家县市 中国最具书香百家县市 傅景市 加木斯世辖县级市 该市是铁路 公路 水路 三路相通的 国家一类开放口岸城市 是全国100个产粮大县之一 是中国大豆之乡 中国东北大米之乡 享有北国两都之美誉 宁安市 牡丹江市辖县级市 宁安源于宁古塔 系满语六个之意 安平安之意 该市是东北亚 经济技术交流中 商骨往来 物资集散和信息传递的 重要区域 友宜县 双崖山市辖县 其因当初苏联原住的 大型股物农场 国营友宜农厂 命名为友宜县 该县层获最具发展活力县 和谐可持续发展典型县 等笼于称号 拜泉县 隶属于西西哈尔市 该县由当地著名的 八拜名水犬子而得名 拜泉就名八拜布拉克 由盟语而来 八拜为盟语宝贝之意 布拉克为泉水之意 庆安县 隋化市下下县 原名于清 有即兴有余之意 后定名为于庆县 1914年改为庆城县 之后由庆城铁力两县 正式合并 改为庆安县 朋友们 你们认为哪个地方的名字 最好听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